这一体问的是树干如果中央被注光了 树干成空心状 这个树会死掉吗 答案是不会死 所以会的都删掉 为什么呢 因为中心空掉了 空掉是谁 是心材 木质布最中间的心材 心材的功能本来就没有运输水泡无济岩的功能 你只要有边材在 有边材 就可以运输水泡无济岩 所以边材就是有功能的木质布 所以你只要有边材在 木质布的功能就会维持 心材已经被挤成很硬的 支持的纤维化的组织 心材只有支持的功能 所以答案就会变成 不会啊 因为我可以利用外侧的木质布 其实就是边材 来运输水泡无济岩 所以木质布还在 有功能的木质布还在 而且支行功能 那中央的挤到没有运输功能的纤维们 木质布的纤维死掉了不见了 没关系 所以答案是A 所以很多植物虽然它已经树干中空了 它不会死的 因为木质布还在 空空空 所以你们 是不是有一句话什么 空树藏孔 孔径空树 就是一棵树中 有个洞在里面 叫空树 那藏孔是什么 藏着孔子 空树藏孔 孔径空树 空树孔 孔出空树 空树空 你们没听过这句话吗 我在这里面 空树藏孔 孔径空树 空树孔 孔出空树 空树空 要让我口令 就是树里面的洞可以藏着孔子 孔径空树 树中就有孔子了 孔出空树 孔出空树 就是孔子离开了 就空树空 这个树就空了 是一个很无聊的一句话 空树藏孔 孔径空树 空树孔 孔出空树 空树空 可见树里面不再可以装空 还可以躲进人 以上是三十题 孔子离开了 孔子离开了 孔子离开了